这是一个摊心 摊心医表量 这是一个监制画面 然后我们通过选择一个目录 然后这边有一个监制画面 所以监制画面 然后我们要做的话 首先在这里面定值 这里面有一个程序定值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 停电的方式 停止 热体 冷体 然后还有锁定这些 通过切换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 温度协力 湿度协力 再切换就反回到刚才 然后 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预约设定 预约设定 上面是我们的当前日期 15年4月21日 然后时间 下面是我们的预约时间 我们如果直接需要让它自动启动的话 就直接 输入一个我们只要让它启动的时间 然后这里把它打开就可以 然后这个 这个是 曲线显示 没什么太大意义 这个 这个是城市编辑 如果我们要做城市的话 就在这一块 这个就是编辑城市 我们总共有一百二十个城市 每个城市里面有一百段 可以通过切换 然后这边 温度 我要不要打开 然后温度多少度 湿度多少 这些 光着淋雨 然后时间 通过移动 这些 前灯 后灯 然后后边的 TS1TS2 这些不用去管呢 我们只是要管 灯 还有温度 湿度 还有淋雨 然后我们设定好 设定好一个城市之后 这里面有一个 呃 循环设置 先选择城市号001 然后这边循环 如果为0的话就一直循环 唯一的话就是循环一次 然后这个是连结 城市与城市之间连结 这个下面的是部分循环 我们总共有四个小 可以分为四个小部分 说明说明都有 这些就没什么东西 这些就是说 有吗 这些都用不到的 基本上都不用 然后下面一个 这是一个整定的 直接把它关掉就行了 如果把它打开的话 在我监视画面这里面运行之后 这里面会有一个温湿度的叫动功能键 直接把它关掉 不用它 然后这一个就是屏幕的亮度调整 其他就没有 如果要开机的话 我首先像这个是定值停止 我如果要做定值的话 现在属于定值停止 然后这里是一个停止嘛 设定温度 五十五度 然后输入一个五十五 然后确定 这个湿度 我假如说需要一个八十五 输入一个八十五 确定 然后这个黑板温度 我比这个设定温度稍微高过一个五到八度 我给它一个六十度 确定 然后都设定好温湿度之后 然后我点运行 点试 它开始工作 它工作通过切换这里面有一个前灯后灯的 开关 这里面一个淋雨前灯后灯 我如果需要开哪一个 我把前灯打开 一个常开 然后这些是一些 周期控制 也可以 然后常开的话就直接打开就行了 然后前灯就会亮 这里面一个电流表就会显示 然后这一个后灯的电流表 如果把第二个打开的话 它 另外一个电流表也会亮 然后它灯会工作嘛 它里面灯都会亮的 我如果需要打开喷零的话 它就是说 把喷零打开 它开始喷零 这样就在喷零 喷水 事先的话就把它CH acab掉 cái前后灯都是一样的 那就非常好吃